台灣從來沒有 這麼奇怪的一場選舉 民進黨是火力集中在誰 韓國瑜跟謝龍介身上 然後謝龍介在幹嘛 平民在賣水果 在賣這些東西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一場 非常詭異的一場選舉 然後民進黨 現在是無所不用其極 你看郭國文 陳小玉 全部都跳出來 就轟謝龍介 轟什麼呢 他們在那邊亂喊價錢 說什麼一斤只有25塊 你逼著謝龍介 今天也不得不出來講 他公布了這個 你看 實際上是42塊到52塊 直接 根本就不是你們說的那個價格 你們就胡說八道在那邊 亂講價格 你逼著謝龍介到最後 只好在經過他們的同意之下 公布了這個價錢 你知道這個傷害有多大嗎 因為你現在 你一斤30塊 25塊這個 是你前行政院長喊出來的 很多人認為你必然有 你一定的公信力 因為這樣喊出來之後 以後人家收過價錢就25塊 就是那個價收了 我一定用這個價錢收 那農民整個被你害死 那你們為了你們自己的政治利益 為了想要拚上這一席立委補選 你們把所有台灣的農民都害死 這樣子你們良心過得去嗎 怎麼會有人做出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我譬如講 現在民進黨最害怕的誰 就是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出來的話 蔡英文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很擔心他出來選 可是國民黨 現在內部也很多大佬 也在民政暗鬥 然後每一個人都想拉攏韓國瑜 問題是韓國瑜 現在其實行程也排得慢慢的 他最快可能表態的時間 可能要到7月以後才可能去表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他馬上3月22到3月28 他要出訪港澳 深圳 廈門這些地方 然後4月1號到2號 要施政報告跟質詢 他不可能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緊接著4月10號到4月18號 他要去訪美了 然後回來沒多久 然後5月3號到6月3號 整整一個月 首次的市政總質詢 他一定要到 那我為什麼說7月 因為7月國民黨剛好要開拳代會 現在在拳代會上 可能很多民眾 因為基層的聲音已經爆滿了 所以到最後可能拳代會上 大家一次決議就是說 希望直接徵召韓國瑜出來 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才是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我跟你講不只是國民黨 自己是這樣想 連柯文哲他現在都講 他認為韓國瑜出來選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他覺得機率很大 所以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 你國民黨還要逆天而行 你看藍軍有一些人 又跳出來講話了 比如說我們的朱立倫前市長 他講什麼 他之前不是說過 只要是國民黨最後的最強人選 我全力支持 如果是韓國瑜的話 我也支持 講得好像很大氣的樣子 可是他今天又說什麼 他要做 初選的話要做一階段 如果4月或5月在他登記以前 黨中央決定徵召某人 就大大方方 當遊戲開始在徵召 可能比較不移 不能比賽打了之後 最後結果又改變 其實這明顯是什麼 明顯就是逼韓國瑜提早表態 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我老實講 誰都可以講這句話 追求人最不適合講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當年換柱的就是你 當年決定人選之後 把人換掉就是你 那你憑什麼去講這種話 然後吳敦義協項 他的態度好像也越來越明朗 他說他目前正在注意一個人 就算這個人的民調 是比較領先的 但如果還有另一張牌的話 是一定會贏的話 為了重返執政 當然就要打出這張王牌 王牌是誰 王牌當然就是韓國瑜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想要就是朱立倫 對不對 因為他看起來 是可能在初選民調裡頭領先的 所以吳敦義現在 一直盯著朱立倫在看 然後他之前也講過 將保留萬分之一的機會 徵召高雄市長韓國瑜參選總統 因為拿下政權才是終極目標 所以這個態勢很明了 如果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可能到最後 因為民意大於一切 現在所有的民調都顯示民意 就是希望韓國瑜出來選 你藍軍你國民黨 難道到最後要違背民意嗎 你要知道其實民眾一直以來 挺的不是國民黨 人家挺的是一個 不像國民黨的韓國瑜 如果你們真的以為是自己夠強的話 不好意思 你們可能完全誤判了情勢 實際上忠實的社論 把這個態勢剖析得非常清楚 他說九合一選舉日經 慘敗的民進黨拒不認錯 堅持反中路線 然後把小小的立委補選 打成統獨大戰 這真的很誇張 恐嚇選民讓國民黨執政的話 台灣就只有一國兩制的選擇 這到底是什麼理由 實在真的很奇怪 但是國民黨自己也不在生氣 他自得意滿 彷彿以登大衛 連番上演初選攻鬥大戲 民眾看不到朝野政黨 帶領台灣走出低薪的困境 改善年賤被迫離鄉背井 討生活的困境 這不就是韓國瑜 真的能上的理由嗎 因為韓國瑜帶給人民願景 然後執政黨換了又換了之後 台灣又比較富足安全嗎 台灣這20年來 人民又比較快樂嗎 很明顯都沒有 那人民要的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韓流已經清楚顯示 人民要和平 要開放 要快樂發大財 蔡英文如果基於執政的話 台灣發大財一定是遠目求魚 朱立倫王金平或是吳敦義 吃定選民只有兩個選擇 不肯反省 國民黨承犯的錯誤 為台灣找出快樂發大財的策略 即使政黨再次輪遞 你知道輪遞又怎麼樣 又回到2008年 馬英九那8年的時間 有帶給台灣多好了 好像也沒有 但台灣實力已經更加的退步 想發大財恐怕更困難 2020總統大選 台灣可能真的需要一場 無色覺醒帶動的大改變 所以民意已經擺在那邊了 如果說誰會被民意的話 到最後恐怕都會被淘汰 可是這兩個人的民調 跟韓國瑜之間 還是有一段差距 但吳敦義講到 要重返執政一定要打出王牌 王牌是誰 吳敦義昨天那個表態 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個重返執政是唯一目標 而且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 其實政黨的最高的道德 就是執政 執政才能夠解決人民的問題 所以吳敦義把這個定調以後 大概我認為 沒有第二個選擇 只有韓國瑜 非常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只有韓國瑜 你去看所有的 國民黨的民調裡面 朱立倫 我們講朱立倫就好 朱立倫年紀最輕 對不對 但你看他 我曾經把他的民調 做了兩年多的比較 因為美麗島民調 大概兩年多前就開始 把朱立倫 柯文哲 蔡英文 跟賴清德四個人 做信任度調查 追蹤了兩年 朱立倫民調都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他年齡最輕 但是支持他的人是50歲以上 然後低教育程度 這個很奇怪吧 就不年齡大人支持他 所以表示他這個人是 沒有年輕人的魅力的人 你前兩天看他上友台 我也看了 我從頭把他很耐心的看完 實在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他跟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味道不合 他屬於一個年輕的一個政治人物 年齡很輕 他好像才50幾歲 可是是舊時代 他講話不接地氣的 朱立倫不接地氣 好 簡單講就是說 很多人在說比民調 其實我不是看民調 我在看朱立倫有沒有能力 拿到國民黨以外的票 就中間選民 對 如果要選總統 就是看誰能夠脫離你這個 擴張你的政黨選票 要擴張政黨選票 才是唯一的勝選的可能性 對不對 朱立倫沒有擴張能力 他只有固守他原來的基本盤 而且他的盤目前我們看起來的話 比國民黨的盤還小一點 奇怪一個現象 這是非常奇怪的 朱立倫的整個的 那麼多年的 幾十年的政治人物經營下來 會得到這個結果讓我們意外 反過來你看韓國瑜的話 他除了有國民黨的高度支持以外 他可以拿到中間選民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個結構上 選票的得票結構上來講的話 韓國瑜是唯一有可能 贏柯批的唯一的候選人 沒有第二個選項 韓國瑜不是問題 只有他能有機會贏 今天 可是韓國瑜未來 有面臨到很大的挑戰 因為未來你也知道 高雄市政還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即使他代表國民黨參選的話 他還是要面臨市政的壓力 高雄你知道是一個 飽受各種摧殘的城市 已經從經濟面也好 建設面也好 硬體面也好 都有很多問題 這個我慢慢在談 所以後面會有危機 會有挑戰 可是以今天的民調 只有韓國瑜能夠打贏柯批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 沒有第二個選擇的可能性 然後吳敦義主席 他講的王牌也就是韓國瑜嗎 對 唯一就是韓國瑜 然後吳敦義終於硬起來了 他硬起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如何讓韓國瑜取得入場券 能夠有參賽權這個事情 這個要考驗吳敦義的智慧 因為目前的這個 因為韓國瑜他很難很困難 自己跑進來登記參選 對 因為他覺得他的施政期限太短了一點 但有關這個事情 其實根本不是問題 你知道吧 這個大丈夫如是也對不對 你該怎麼樣 往上爬 人往高處爬 這洗手當然的事情 以韓國瑜的性格來講的話 他本來想當大人物 想當大人物 這個老天爺給你眷念 給你機會 韓國瑜現在不幹 我告訴你要等8年 63歲 我提醒大家 63歲加8 71歲 71歲 韓國瑜經過市政的摧殘 還有他旁邊還有一些很天才的 天兵的幫他幹 你看那個潘恆旭對不對 他有辦法把全台灣的蒼蠅 都引到高雄來 這不得了 桃園的蒼蠅 王浩宇都能夠飛到高雄來 潘恆旭專幹這種事情 所以他這個整個的情勢的發展 越往後拖 越不利 所以要快點提名韓國瑜 對韓國瑜才是比較 有利的一個想法 等一下 我告訴你 你跟韓國瑜在幫農漁民 找這些出路 可是民進黨把你們 視為一個眼中釘 以目前來看 如果說以民進黨 這樣子圍剿你 你都能夠贏 那這時候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明星向背了 可是有這麼多的太陽 跑到台南去幫你站台 韓國瑜去那個氣場 看起來好像就不太一樣了 一樣 你看 他們怎麼跑 韓國瑜今天我還沒通電話 我說 你看他們現在怎麼跑 他說有 導播你看他 簽郵件政那個 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出來 剛好郵件好 在那裡見證什麼人 他們打完他們也不知道 簽約那個見證的時候 那個他說 你簽在第三班 第三班賣多少 第三班班長什麼人 第三班班長我們民旗 郭新聰 郭新聰是幹事長 什麼人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導播你做那個簽約 簽約在廟口簽約那個畫面 給觀眾朋友看看 你知道說什麼人 第三班班長什麼人 簽約的就是他 你如果沒有賣 你看看 只等我給我攏 拜拜 到外面簽約 簽約書拿起來 那個就是 王民旗 就是班長 出來簽約 這樣你如果不知道 還在攏 這個 這個 倒手邊這個 外面這個 就是班長 這樣他也在說 再給我問什麼 他說 你找我第三班班長什麼人 沒有 我就跟他說幹事長 第三班班長的 王民旗 王民旗就這個 來簽約這個 聽不懂 要農也就資料交轉 但是不是這樣 韓國會現在來 我說 在拜五春兩天而已 大家這樣五六人 高棍 高棚都總來 民後本來就我們對高棍 是 我在那裡這樣 剛才有這些農民在給我靠 但是這些農民 今天阿波也說到老百姓 痛苦 你台灣在拚 結果人這樣幫你扭曲 龍幹兄 我對你很抱歉 我說沒關係 我今天如果說的 是因為你們這樣 我感覺你們很痛苦 我沒有聽心理出不行 所以韓國說這樣 拜五 我們如果不要說政治 我們也不談政治 禮拜五我們還是要鯊魚 鯊魚秀 什麼秀 鯊魚 我們禮拜五有大鯊魚 請大家來吃台灣最好吃的鯊魚 鬼頭刀 鬼頭刀 鬼頭刀還能做乖乖 鬼頭刀可以做乖乖 抓很多 所以很多沒辦法 你沒有通路 是 漁民就想辦法 加工廠做成乖乖 很脆脆那個 小朋友可以吃對不對 韓國魚這個魚 就是一個鮪魚秀 然後再找大家芬跟李家芬來 你知道他到台南那種熱度 不是只有一個韓國人 還有加分節 加分節 大家分要陪我們小加分去市場逛一逛 加分 還有一個什麼人你知道嗎 什麼 他們還有一個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的朋友 才會團團 才會農民 你看大家農民 正義我唱粗粗粗粗 我告訴我 鳳凱 我會回給你 你如果叫那個加分來 我給你揚五票 如果那個韓濱來 我給你再拉十票 我給你揚十票 我給你揚十票 給我唱一下 我幫你拉五十票 他們家 韓國的 加分 韓濱 韓濱 這台南不是高雄 我拜託他來 他不聽說來台北 吃虎子 都說人叉叉叉 是嗎 人整個叉叉叉 你給他看看 一個韓濱而已 我在聯絡 聯絡還沒聯絡到 韓濱還沒聯絡到 所以韓國的他要來 我拜五十 麻島海埔豐富 海埔豐富 海埔豐富 下島開始 中島開始 下島就開始 差不多一點四十 尾衣秀就開始了 大家做回來 來關心市民 我們的市民這麼發達 我們的農業這麼發達 因為你們沒有關心 王冬 抱歉 因為我們大家關心 你怎麼有關心到 其實他們的心急 他們的感動 剛才王冬說的 不是在軍事 是他們內心感動 所以你說韓國的這樣 帶動這個 貂流起來 對台灣的沒有幫忙嗎 幫忙很多 對 所以你們拍完沒有錄影 你要去感受 過期支持在這段 你們競然說我們是通報 你怎麼知道這在農民的心 蜜民的心管裡 像是一支桌子 沾到一樣 我聽你到這樣 你說我們是通報 廟事館 我們是一天 五月利監無衛生的人 怎麼可以這樣 歐咀雄林粉難消 這句話在農民的心 是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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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管裡 所以我覺得農民跟蜜民 他未必然是加於國民黨 但他現在看到說 你們這個節目 國慶 無黨的 這個以前我們不賣 問三八 你們都有在關心圓 所以大家都不賣 我多冬的時候 農蜜民大家也來 你還不叫誰來 叫誰來跟你說 他就了解我們農業的問題 蜜業的問題 請他來講 他們沒有在分動牌 他們就說 大家有來關心農業蜜業 剛才我剛才說 這個人以前 我告訴你 三八肥買那麼多 客家 買了 三年 一二年雙計 你有沒有人 我可以叫他拿幾趴 拿幾趴 拿幾趴你知道嗎 二十七趴 你看三八肥買多少 你就買蜜沒有買了 我猜二十七趴 二十七趴 二十七趴 對 他說的 這跟政黨沒關係 我的魚好吃 你買我的魚 不是你買我的魚 我就要回你了 不是這樣 那就是說 你去關心 不讓他了解說 你買這些魚是你關心的 我感覺我的魚會不會出 但是我們不敢 我們現在是變大家都在關心 甚至民進黨才會說這個人員 都不能像我們這樣 關心這些農民 他們一定感動到老百姓 我沒有騙你 一定會感動 今天你有管理的人 你沒有要關心完 在野的人在關心完 你雙哥來招 鴨鴨來講 怎麼倒兵炒 這天理不用 農民 非民是鴨鴨在拜拜 入到鳳鴨廟 大家整個在拜的時候 那是頂的半酒爪 我煩這十 為了你們兩邊要做賣賣 我整個貼你們做的酒爪 這樣就這樣 我就要來幫你報書 說這就是麻糟的文端 我沒有賺你一間 沒有賺你五角 為什麼 因為農業需要我們大家 共同來關心 所以寒流氣不是政黨 寒流氣是帶來一鍋亂流 亂流 亂流讓農民 雞民 勞工 拖煩 大家感覺軟心 大家有溫暖的感覺 過去的雞味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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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 不愉快 一些情感 提供 smooth 。 哲 歔